之前有个细节忘了说了 这个地方补充了一下 这个细节呢 对整个课程的知识点的掌握和课程的进度 影响其实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这就补充一下 大家知道也行 其实我不补充 我觉得学完这门课之后 你自己也能完全写出来 这不是问题 OK那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登录的界面和这个注册界面 当时都有一个叫做 看他是否登录的一个过程 对吧 就是要传入一个login和 username 这都是一样的 就这两个 如果登录的话 我们就显示一个 你已登录直接访问手机也就完了 对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防止用户在登录的情况下 再去注册 或再去重复登录 防止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路由的这个view下面 Uter.js里面 就我们渲染这个登录和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去直接渲染一个空的对象了 对吧 我们得去渲染一个是不是登录 首先渲染一个是不是登录 就这样 A的login等于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渲染一个Uter.name 这个name等于什么 OK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做完登录之后 就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 是不是登录我们就判断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session就好了 对吧 包括这个地方也是显示 这么显示 这两个地方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判断一下这个 有没有session就知道是不是登录 就如果登录了的话 用户名那就是从session里面去对行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定一个函数啊 比如叫get login info 回去登录信息吧 这个我们也不用太写太多的故事了 算了吧 还是按规定写上了 还是规范一下 还是规范一下 不要对自己放出要求 比如说我们最终返回的就是师傅登录或者说那个师傅登录以及优乎名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先定一个结果啊 就是 比如说默认情况下 他没有登录啊 就未登录 默认未登录 默认未登录 然后最后返回 返回这个data 就他默认是未登录 然后我们去判断一下 试图去获取用户信息 ctx.session.userinfer 对吧 通过这个来获取用户信息 然后如果能获取到 那就是登录了 很简单是吧 就是登录了 然后登录了是什么 就是 data分辞成 islogin 等于true 然后user name等于什么呀 userinfer.user name 对吧 就是这个逻辑吧 其实怎么写都可以啊 就是你先默认一个未登录 然后看 他如果登录了 就给他再改一个值 对吧 然后就返回就行了 最终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么写 就通过这个函数来去 可用ctx来去判断 他是不是登录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本次的改动 本次的改动就加了一个函数 然后把它渲染的这个过程改了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np1的第一位 我们看一下 哦 报错了 报错了 我们看有什么错误啊 好像是要对于kens的一个长量进行复值了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data这个值我们是长量 这kens的定义的长量不能重音复值 好 好 它重启了对吧 重启了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登录过了对吧 已经登录过了 已经登录过之后 它就直接反问这个 李四已经登录 然后直接返回首页 这个时候我们注册也是啊 注册李四已经登录 然后直接返回首页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没登录的话 我们先开个浏览器 如果没有登录 好 没有登录它就直接去显示登录界面对吧 那如果已登录了 那就是像这样一样 就是直接去访问首页就可以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补充吧 那我们把代码提上去 补充 其实这也不是个bug对吧 比如说我们又当个bug修复吧 就fixed 当个修复bug吧 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做完了 但是那个前端那个显示还没有 就当个bug来修复吧 描述就是判断以登录情况下的页面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提上去就可以了 OK 那行 那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把这个结构给做完了 就是当时拉了这么一个信息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然后也不算什么难题 讲完之后呢 又就把这个流程给大家更明白的串起来 就把这个流程给大家看